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云林县府为解决垃圾危机,推动垃圾机械式生物处理系统,MBT,以取代焚化炉,县议员优先污染问题,要求进行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。 环保局代理局长张乔伟表示,MBT是种垃圾分类系统,可将资源垃圾分离出来,剩下垃圾压缩成燃烙棒,不会再限制焚化。 他也表示,胡伟不在MBT场预定的九个地点中。 云林县议会今天举行环保局等单位工作报告,县议员蔡秋敏针对云林县垃圾处理问题表达关心, 强调林内分化厂因当时环境影响评估未做好,造成林内分化厂完工后,连一公斤垃圾都无法处理,县府还要赔偿商数十亿元, 云林县没有能力承担第二次的林内分化厂事件,所以环保局在推动MBT时,一定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估。 张乔伟表示,MBT是种垃圾分类系统,生活垃圾或相容性一般事业废弃物经由MBT场分类分选, 生物处理及前造后,可回收金属、陶瓷、质类及塑胶等物质。 每百吨垃圾经分类后,剩下约60吨垃圾,这些垃圾经压缩后变成燃料棒,将作为火力发电厂或气垫共生产的燃料。 MBT场并不从事垃圾焚化的工作,且厂方为米币设施,臭气不外泄,能达到环境友善的目标。 张乔伟指出,目前MBT场只有9处考量地点,并不包括湖北,部分预定的已做过环境影响评估, 但如果被选择设置MBT,还要补作环境差异分析,云林县将于7月测试MTE系统,垃圾机械式处理系统。 MBT场将以BOT方式办理,预估建畅经费约期8亿元,最快于2020年建日完成, 每年可处理8万5千吨生活垃圾及相容性一般事业废弃物。 MBT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